讲的就是这个 它的掩盖性 所以据说人们呢 他因为没有亲眼看到 这法轮功学员在被抓捕 被绑架 被非法关押期间遭受的这种酷刑折磨 所以他提到这个迫害严酷程度的时候呢 他很难想象 河北省张家口市淮来县 北新宝乡 禅房迎村 陈运川老人一家 全家都修炼法轮功 但是为了坚持信仰真善人 全家七口人 四人被中共迫害致死 一人至今还在被非法关押 十几岁的外孙女下落不明 大儿子陈爱中 曾遭受到高达30万伏高压电棍的残忍电击 造成双手双腿残废 2001年9月20日 在唐山市荷花坑劳教所 被强制灌石折磨致死 年仅33岁 二儿子陈爱丽 曾被唐山市济东监狱非法关押 被迫害的体重只剩下50多斤 所受的残酷折磨 庆竹难输 后来又被关到洗脑班 由于身体被迫害得很厉害 于2004年11月5日去世 小女儿陈红平 在无任何手续下 被劫持到高阳劳教所 被几十人昼夜24小时不间断的轮番洗脑 不但遭受毒打 还被注射不明药物 2003年3月5日被迫害致死 母亲王莲蓉也曾被抓被打 关洗脑班 为避免再次被绑架 被迫流离失所 在经历了长达七年磨难之后 王莲蓉于2006年8月4日 在异地他乡含冤离世 父亲陈运川 2009年1月11日遭遇不明车祸遇难 造势者驾车逃逸 七口之家 只剩下了仍被非法关押在北京天堂河女子监狱 遭受迫害的陈淑兰 和他至今下落不明生死未卜的女儿李颖 他们一家的遭遇是受联合国关注的迫害案例 也是中国千千万万坚持真善忍信仰的大法弟子 受中共迫害的一个缩影 柳志梅 出生于山东省来阳市团望镇三清村 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九七级学生 当年17岁的柳志梅 是在一次选拔测试后 以山东省第一的成绩被保送到清华大学 迫害开始以后被清华大学开除 2001年被非法判刑12年 送往山东省女子监狱 那年她才21岁 由于长期遭受非人的折磨 被强制注射破坏神经系统的不明药物 导致柳志梅精神一度失常 更恶劣的是 2008年11月零出狱前 被监狱注射毒针 回家后第三天 柳志梅突然精神失常 一天天加重 开始与乌伦寺失去了记忆 她究竟在狱中遭受了什么样的磨难 失去记忆的柳志梅已无法说出来 史盈春60多岁 家住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渤海街道 被非法关押在辽宁省女子监狱 2010年3月17日 因不放弃信仰真善人 预警指使多名犯人对史盈春进行强制转化 要她放弃修炼法轮功 当晚8名犯人对史盈春大打出手 只打到凌晨两点 最后史盈春被毒打致死